这东赫城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最高等级监狱 关押的 都是平均伤害法师数量一百以上的邪恶法师 不是吧 那不都是魔头级的 这种穷凶极恶之徒还留着干嘛 等过年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关押在这里的人 灵魂与法力 会如被诅咒一样慢慢耗尽 跟紧了 这里设置了暗影大阵 陷进去就永远出不去了 如你所说 你哥哥不就也是个男魔头 那你还要救他 他不是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 好吧 你说了算 我哥哥贺天 其实是这里的一名守卫 守卫 我一定要弄清楚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一个问题 咱们怎么找你哥 怎么能翻遍这鬼地方吧 我哥哥刚才杀了四个守卫 那只能被送到一个地方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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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刺 冰雪 放开我 赶紧去吧 至此 谢谢你了 小事 我这人就喜欢刺激 哥哥 哥哥 我是小萱 小萱 哥哥 真的是你 他们为什么要将你关在这里 我发现了高牧的秘密 他在利用这里的囚犯 淬炼凝华珠 凝华珠 是爷爷说过的那个东西吗 我将凝华珠藏了起来 所以高牧坚禁我 逼我交出 我终于找到机会想杀出去 只可惜 难怪不处决那些恶贯满盈的犯人 原来是在做邪恶的实验呢 我 我怎么样才可以救你出来 别败费力气了 只有高牧才能打开恶梦间 我不可能看着你死在里面 小丫头 别像个庸人一样 说些没理智的话 听着 想要救我 就把凝华珠带出去 交给萨卡管理机构 他其实就在我身体里 我现在就赶去萨卡 进入高牧的最新 浅师 你 你最好深思熟虑 什么意思 我觉得 最好别碰这些门玩意儿 我们可以先去找你爷爷 让他来处理妥当一些 没时间了 高牧随时快回来 哥哥 坚持住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小你瞧 那东西真的很有问题 对吗 这 美女 陪我喝一杯 是 混蛋 站住 滚 是 是 快就收拾吧 是 是 这人疯了 是就能这样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是就能这样啊 现在还真了 把你也不能在这儿杀人了 是这样吗 这是要真犯会之态的 是 是这样啊 是啊 是 让我快看 有什么是什么 快闭上 快闭上 为了守护你们 我们时刻做着牺牲的觉悟 而你们这些人 却在都市里烂醉 如你吃喝玩乐 简直就是一群寄生虫 住手 你自己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你 一地两花 果然 贺天已经受了污染 蟹珠还吞噬了他的魔力 醒醒吧 千煦 贺天 不 红兽实在利用你 现在他也开始控制你了 臭小子 要求我闲尸 对呀 一次 他现在已经坚衡了贺天一步的魔力了 你下了更强力大劫 我也得找个帮手才行 吉星狼 合计 这竟然是神经 你干 当第一个异兽出现在这个世界 人类并不以为意 人类认为只是偶发的物种变异 但是这是异兽的核武器大爆发 很快他们就占据了天空 海洋大部分的落地 为了应对危急人类建造起结界 让异兽无法随意入侵 才得以保有生存空间 安居乐业 但是异兽并没有停下脚步 其中一些设法伪装渗透入人类 潜伏于各种黑暗角落 他们被称之为毒食异兽 救命 救命 我最不容易 老妹 接下来只要接受了我的血液传承 你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血族 我们也将永远融为一体 住手 猎拳红天 为了对抗异兽 人类的净化机制被激发 各种异能力不断开发出来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被称之为法师 我莫凡 就是其中一员 不要紧吧 谢谢你 我是一名法师 也是一名猎人 救助被一受亲爱的人 是应该的 牙齿 你 我这是怎么了 不用担心我 我有解血族污染的特殊血解 不会 一个小法师也敢陪我为仪 灭着 暗影戏 原来不止一个火戏 那又怎么样 不管你是双戏还是三戏 在我这里能拔门弄火 今天不把你这只臭蝙蝠剥皮抽筋成牛蛙 大爷我就不叫莫凡 月群 定上 血连 三戏 糟糕 还是有影响 莫凝离一顿 身体强度也不错吧 可恶 原来你 你也是 给我回去 你 就算这样 我也要杀了你 因为你今天 彻底惹斗我了 来 是你 聂东 这次你别想跑了 这怎么可能 我还没有完成流程 没有血祖给你传承血液 怎么会 你以为可以杀得了我吗 我现在就毁了你 你 你再敢动他一下是谁 聂群 & 干 千军 nota 一例 叶翔 王妇之王 怎么F打得漂亮 这是我的搭档 冷灵灵 别看他年纪小 可是一位七星猎人大师 倾天猎索的少当家 交给你了 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的 以后要小心这些一手 这个怪物 我的姐姐就是被她害死的 那你是故意 线索也是你留下的 你真勇敢 现在 我就帮你了结这畜生了 手子 红色的灵魂 什么是这么急啊 我才回来 就不能让我先约会一下 麻辣小龙虾 这是一个双S级的特别委托 只要请瘸州最顶尖的 猎索和猎王 你就不想去看看 包老头自己为什么不来 爷爷被请去海域了 那有更重要的事 好吧 再见 小龙虾 一颗半成品的星海天麦 难道还不如马小 这什么 这还只是预付 如果能完成委托 至少两颗成品星海天麦 这委托人是谁啊 这么大手笔 本地有名的豪门陆家 他们家主确实还挺神秘的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报仇抓君主吉兽都够了 你还有五分钟考虑时间 这星海天麦可是价值不菲 相当于我们前几年 那个血泽案子的十倍拥紧 灵灵 我还有五个信没有打到抄戒 最缺的就是钱 麻烦油门踩到底 一 一 远道而来的贵客 欢迎欢迎 这位美丽的小姐是 我叫陆青瑶 是陆坤先生的侄女 很荣幸能由我来迎接 甘舵猎索的安亚渣王子 你认识我 这世界上还有不认识安亚渣王子的人吗 有道理 请随我来 为您接风洗尘 马拉伊地出新款了吗 我竟然不知道 陆正新 莫凡 你来我家干嘛 没说要找仆人的 我主要是来上厕所 你 这是我家宅子 不是你的茅房 我可没这样说 这车更牛啊 这讨厌鬼是谁啊 陆正新也是大学学府的 著名二货 我俩不对付 没想到这是他家 那陆青瑶不是也在 陆青瑶又是谁 陆正新的姐姐 海女一个 和我也不太对付 你对头还真多 世界学府大赛游历时 我们在破洛 误入了一个石像魔裂鼓 有个叫陆英林的家伙 故意陷害我 想我死 结果被我反杀 他就是陆青瑶的堂兄弟 原来是仇将 无聊的委托 一下子变得有趣起来了 神像烈索 阵脚烈索 圣火烈索 全都是亚斯纳州最牛的烈索 想不到包老头的青天烈索这么有排便 竟然能和他们并联 爷爷毕竟是爷爷 好吧 你叫计划 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和你弟一样不会说人话 我今天可是你家的贵客 看来是挺烦你的 莫凡 千轩 没想到 我们会在这里相遇 你和你爷一起来的 你们怎么也成烈人了 火国圣月烈索 就是我们望月家族的呀 灵灵 这位就是我参加国府队 去火国历练时认识的好朋友 望月千轩 这位是青天烈索的灵灵 你好 哦 这就是那个差点打败你的小姐姐 最后是我败了 承让承让 你爷爷是第几代猎王 第三代 猎王还分代 国际上每十年都会进行一次猎王评选 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 作为一个七星猎人大师 你好像对猎人体系 一点都不了解啊 他才是移动的百合拳书 我只管干活儿 对了 灵灵 你爹不也是猎王吗 那他是第七代 听说这十年有两位猎王 一位姓香 一位姓冷 你父亲是 快看 主事人来了 大家好 我是陆氏的主事人陆坤 也是这次邀约的组织者 感谢诸位能够接受我的邀请 不胜荣幸 这次邀约的目的和报酬 因为特殊性已在邀请函中说明 现在重点讲解一下规则 这是分配给每一家猎所的任务单 请大家各自领取 回客房之后再打开 你的意思是 每个人的委托任务都不同 是的 每个猎所每位猎王的委托都不同 而且在执行过程中 不能向外透露信息 更不能去干涉和尾随他人 否则 想直接取消资格收回玉父亲 哦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一个超大任务 需要一批顶尖猎人分工合作 但又不想让人知道底细 所以分拆完成 应该是大动作分成了小项目 这个任务绝对是晋咒级的 天哪 最高级吗 大家可以随意猜测 但请一定遵守规则 现在领取任务 然后就尽情地享用美酒和美食吧 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全都拍下来 明天去求爷爷都提回来 也是 我 我只是 姐 你怎么了 叔叔为什么又打你 你少管 媛媛 怎么了 搜 是个委托我们不解 这是一个有着红色灵魂的魔物 起初我认为那不过是一个 偶然闯入人类城市的小妖 后来才意识到它有多可怕 我发誓会再找到它 以我弟七代冷烈王之命 这 这难道是你父亲写的 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吗 有人在耍我们 不会是模仿你父亲的口吻伪造的吧 这上面写的 和我父亲留下的笔迹内容一模一样 它是一个会给人类 带来无尽痛苦的魔物 它的成长速度令人王国所难 上次有误我的失误让它侥幸逃跑 今天终于又发现了它的胸井 等女儿入睡后 我就要再次出发了 明灵 先冷静一点 不管这些是真的还是恶作剧 我们都追查到底 揭露真相才是最好的环境 我后面没有看下去 这个委托要我们做什么 我知道这个魔物 现在已经变得极度危险 而且非常敏锐 你追踪它 它也在军事你 所以我起草了这份 延迟开启的委托书 我的猎人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如果你读到这封信 就说明我没有回来 我失败了 请帮我完成它吧 虽然相比这项委托的危险程度 星海天外的报仇 微不足道 所以 这应该是真的 不哭了 会影响智商的 没有你的分析 我跑断腿也找不到红手 好 我们一起来把这件事了结吧 我明白了 我明白为什么望月家也在这次被妖之裂了 红色灵魂 一定是和委托中提到的红色灵魂有关 你是说 望月家族和红色灵魂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